新店央北重劃区入住人口日益增加 但居民在公车搭乘上仍相当不方便 因此向新北市议员留着张反应 希望能够增设公车行驶路线 或者是调整靠站站点 日前便邀及了相关单位及社区居民共同讨论 那邀及我们这边所有的社区 他们表达意见 这次他们自己会提出他们自己的方案 那我也要求就是听取他们意见之后 要求交通局在两个月之内 把所有的这些意见来做一个综合的处理 那未来让这个整个央北重劃区的 公车系统路红能够更健全 会议中针对增设绿武停靠站 现有公车班次 以及跳挖公车路线调整 还有新设路线提案等四大重点进行讨论 其中像是是否考虑将906和644路线 驶入央北地区 以提升通勤便利性 另外希望多采用电动公车 避免噪音等等 不少社区居民都提出了想法和建议 蛮高兴看到说祝福愿意站出来提出对公车的需求 那这个需求我想确实存在 那就是希望里长议员还有政府单位 也可以帮我们来争取这些路线 不论太阳北社区的住户救护希望是静悟 希望是不要有太长的声音 希望能够电动车这些 虽然说现在政府要走向低碳社会 我们的希望朝向这个方向 最早是住户来讨论 然后举出大家的意见 然后让人家都举大 回去讨论一下 那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改善 这边的大多数人家 在这边 非常非常谢谢 新北市议员的这张表示 去年成功争取在绿武公车路线上 增设四个新站点 显著改善了居民的通勤问题 而随着人口增加 也必须逐步滚动调整 有关于公车路线的讨论 将会统整意见 避免重复规划 并请交通局在两个月内 研议最佳路段进行优化 提出具体的方案 以满足地方民众的交通需求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